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的天使,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并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尽了。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恩典平安归于你们从那西在金在以后要来的神和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忠信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众王之君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众王并做他复合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母要看见他,连他们那些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各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峨眉甲,我是使,我是忠,是西在金在以后要来的全能者。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作伴。 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我于灵里在主的日子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峨眉甲,我是使,我是忠。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在亚西亚的以弗所,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费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现七个金竹台。 七竹台中间有一位好相,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两补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仿如羊毛,像雪那样白,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烧过的金铜,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对我说,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存活的,也曾死过,看啊。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阿门,并且拿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竹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 至于你所看见的七竹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 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夫所教会的天使,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竹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是何等不能容忍恶忍。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未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说谎话的来。 你也能负重,又能忍耐,曾为我的明劳苦,并不罚倦。 然而,我有要责备你的,因为你把你的罪爱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出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竹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戈拉伊党人所行的,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灵相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终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给是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 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亵渎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之会的人。 你必要受的苦,你都不用怕。 看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 灵相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魔教会的天使,说,那有两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又知道你所居之处,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 当我忠心地殉道者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地方被杀的那些日子,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住巴兰的道理,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半角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迹偶像之物,饭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住我所恨恶的尼哥拉伊党人的道理。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又要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实里写住心鸣。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天使,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惊铜的神之。 此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和你的忍耐,并你的行为,又知道在末后的,比在起初的更多。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依喜别,叫倒并引诱我的仆人范奸淫,吃迹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他银行的机会,他却不悔改。 看啊,我要叫他并卧在床,那些与他奸淫的人,若不悔改他们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灾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代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并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道理。 不晓得他们宿场所说撒旦深奥治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得圣又持定我所做的功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遐管他们,他们必如同陶匠的瓦器被打得粉碎,像我从我赴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陈兴赐给他。 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天使,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勿要警醒,坚固那圣下将要死的,因我献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持守,并要悔改。 你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及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你在撒迪海有机名是没有误会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负众天使面前,认他的名。 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那属撒旦之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看啊,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敬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必保守你免去试探,这是探就是要临到普世之上,要试验那些住在地上之人的。 看啊,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成的名,这成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灵象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门的未呈现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之上位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作,就如我得了胜,在我,富的宝座上与他同作一般。 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第四章。 此后,我观看,现天上有一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有的事只是你。 我立刻在灵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住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柱宝座,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个长篓,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雷轰,声音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燃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 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兽,前后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四个兽各有六个翅膀在周围,里面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灾,圣灾,圣灾,主神全能者是那习在,金在,以后要来的。 每逢那些兽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主啊,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一切,并且他们是照你所喜爱的被创造而有。 启示录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了。 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去念,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个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之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我又观看,见宝座与四个兽,并长老之中有,高杨战利,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印,就是神的七,灵,凤叉前往全地区的。 这高杨前来,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个兽和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高杨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瓶,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了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熟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众王, 作祭司归于我们的,神,我们也要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羽兽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树木有千千万万,大声说, 曾被杀的,高杨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诵赞,尊贵,荣耀,全是都归给座宝座的和,高杨直到永永远远。 四个兽就说,阿门。 二十四个长老,也俯伏敬拜,那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录,第六章。 我看见,高杨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有声音如雷,四个兽中的一个说,你来看。 我就观看,现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便出去,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看。 就另有一匹马出去,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 我就观看,现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个兽中,似乎有声音说,一个钱买一声麦子,一个钱买三声大麦,有何久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 我就观看,现有一匹灰色马,那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地狱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地上的野兽,在地上四分之一的地方杀害人。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猿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他们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刺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麻布,月亮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余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他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是离,好像书卷被卷在一起,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大人,傅虎,将军,勇士和一切魏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学里,向山河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启示录第七章。 这些事以后,我看见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脚上,指掌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天使,正从东方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个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在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里印了他们。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 犹达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旅遍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加德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亚舍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拿夫塔利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马拿西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利位支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以撒加之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西布伦之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约瑟之派中受印有一万二千 便雅敏之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我观看现有一大群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面前 也在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 愿就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 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兵四个兽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赴余地敬拜 神说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 大力都归于我们的 神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圣魔人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先生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已经从大灾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是奉他 坐宝座的要与他们同住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头避不照他们 炎热也不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喂养他们 领他们到重水的活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起事路 第八丈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半小时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个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个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 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里头 然后有声音 雷轰 闪电 底阵 拿着七只号的七个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个天使吹号 就有宝子与混着血的火丢在地上 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个天使吹号 就有庞扶火烧住的大山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活着的的造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个天使吹号 就有烧住的大星 好像灯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个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已知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天使飞过空中 并听剑驼大声说 火灾 火灾 住在地上的民有祸了 因为还有三个天使 要吹那其余的毫了 启示录 第九章 第五个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他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都因这言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佗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佗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那些俄里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世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也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上阵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面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佗们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佗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佗们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刺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天使 做佗们的王 按着西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 名叫亚波伦 一样灾祸过去了 不料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个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从 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对那吹号的第六个天使 说 把那捆绑在右发拉底大河的 四个天使释放了 那四个天使就被释放 他们原是为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所预备 为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数目有二亿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意象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有 活与子马脑病硫磺的甲 马的头好像狮子头 有火 有烟 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所出来的 活与烟病硫磺 这三样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驼门尾巴上 因着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敬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 银 铜 石 木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是 启示录 第十章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大能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彭扶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吼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对我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 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其实说 不再单言了 但在第七个天使 吹号的日子 它开始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当成全了 正如 神所传给 他仆人众先知的 我先前从天上 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对我说 你去 把那踏海踏地之天 使手中展开的 小书卷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 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 果然甜如蜜 一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他就对我说 你必在多民 多国 多方 多王面前 再说预言 启示录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做亮度的杖 且有天使站住说 起来 像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敬拜的人 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 要留下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 四十二个月 我要赐全兵 给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麻衣 发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竹台 立在世界之神面前的 若有人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吞灭仇敌 凡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发预言的日子 叫天地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便威胁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一切的栽阳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 兽必与他们交战 且必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 就必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异教所多玛 又叫埃及 也是我们的 主钉十字架之处 从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的人 闭关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 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就必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次生命的 灵从 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一朵 云彩上的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被杀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 不料 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第七个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这世上的众国 成了我们 主和他 基督的众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 二十四个长老 就面赴余地 敬拜 神说 悉在 今在 以后要来的 主神全能者呀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 全归你自己 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要临到 死人受审判的时候 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 和众圣徒 繁尽为你名的人 连大代 小的赏赐的时候 也到了 你当败坏 那些败坏 全地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当时 神的殿在天上开了 在他殿中 献出他的约柜 随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地震 大伯 启示录 第十二章 天上献出大一项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分娩的阵痛中 疼痛呼叫 天上又献出 另一项来 见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脚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托的尾巴 拖拉了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舅站在那预备分娩的妇人面前 为要等孩子一生下来 就吞吃她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用铁杖挟管列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 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他们要在那里 把她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同她的天使与龙征战 龙野同驼的天使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也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全世界的 驼被扔出到地里去 驼的天使也一同被扔出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们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 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陀 是集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朱天河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住在地与海的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见自己被扔在地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旷野 进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 二载半载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洪水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的确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洪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首 神诫命 为耶稣 基督做见证的 启示录 第十三章 我站在海边的沙上 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 有石角七头 在石角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 都给了妇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普世的人都稀奇 跟从那兽 又敬拜 那将自己的权柄 给了兽的龙 也敬拜兽 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妇交战呢 又次给妇说 夸大谢毒化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妇 可以任意 而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 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 神的名并 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平陀 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妇 制服各族 各方 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被杀之 高扬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敬拜托 若有耳的 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 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 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托在第一个兽面前 实行第一个兽 所有的权柄 并且使地 和住在地上的人 敬拜那死伤一好的 第一个兽 有杭大骑士 甚至在人眼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托借在兽眼前 有权柄 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又对住在地上的人说 叫他们要给那 受刀伤害 活着的兽作各项 托又有权柄 叫兽相有生命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 不敬拜兽相的人 都被杀害 托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里 或是在俄里 授一个印记 除了纳授印记 或有了授名 或有授名树木的 都不能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寄授的树木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树木 他的树木是 666 启示录第14章 我有观看 现 高阳站在西安山上 同他又有 14万4千人 都有他 父的名 写在俄里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多水的声音 和大雷的声音 我又听见琴声 是弹琴者所弹的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个寿 和众场老前唱歌 彷彿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 熟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 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事同身 高阳 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熟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龟鱼 神河 羔羊 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在 神的宝座前 是没有过失的 我又看见 另有一个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 神 降荣要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 和重水泉源的 接着又有另一位天使说 巴比伦大成倾倒了 倾倒了 因为他叫列国喝谐饮 大怒之酒 又有第三个天使 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敬拜寿和寿相 在额里或在手里 受了他的印记 这人也必喝 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 神愤怒的杯中 唇疑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河 高阳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 他们受痛苦的烟网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有谁敬拜寿和寿相 受陀明之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 就在此 那些手 神的诫命 和耶稣的信仰 真道的就在此 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 对我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竹里面 而死的人有福了 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 现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象 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 又有一个天使 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 大声喊着说 制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给你收割的时候 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 就把镰刀置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个天使 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锋利的镰刀 又有一个天使 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锋利的镰刀的 大声喊着说 制出你锋利的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置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搅环 原有1600伏龙 启示录第15章 我又看现在天上有一项 大而且齐 就是七个天使 掌管七个末了的灾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庞府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混杂 又看见那些 胜过寿和寿的像 又胜过陀的印记 并陀名字树木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主神全能者 你的座位大灾 其灾 圣徒之王 你的道徒已在 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列国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的判断 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观看 现在天上那 作证的账目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个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的细麻衣 胸间竖着金带 四个寿中有一个 把圣满了活到 永永远远之 神大怒的七个金 平给了那七个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金殿 只等到那七个天使 所降的七灾成全了 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个天使说 你们去 把圣 神大怒的平倒在地上 第一个天使便去 把平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 创生在那些 有兽印记 敬拜兽相的人身上 第二个天使 把平倒在海上 海就变如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个天使 把平倒在江河 与中水的泉源上 水就变成泻了 我听见掌管 中水的天使说 西在金在永在的 主啊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因他们 曾留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本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 另一个从记 弹出来的声音说 照样 主神全能者 你的判断已在 成灾 第四个天使 把平倒在日头上 又有权柄赐予日头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锁烤 就亵渎 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 神之名 并不悔改 降荣耀归给神 第五个天使 把平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满了黑暗 人因疼痛 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 和声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个天使 把平倒在右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潜了 要给东方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现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实行歧视 除去到地上 并全世界的众王那里 聚集他们在 神权能者的大日征战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他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 第七个天使 把平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 从天上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成了 就有声音 雷轰 闪电 又有大地震 自从人在地上一来 没有这样厉害 这样大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大巴比伦来 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陷了 又有大胖子 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众以他连得 为这胖子的灾集大 人就亵渎 神 启示录 第十七章 拿着七平的七个天使中 有一个前来与我说话 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多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法治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居民 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天使就在灵里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瘦上 那瘦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泄毒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味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秽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米在 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娼妓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木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殉道之人的血 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甚魔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驮住他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米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樊柱在地上 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现先前有 如今没有 并仍然有的兽 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 在此刻意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有七个王 五个已经倾倒了 一个还在 一个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存留片石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个 他也从那七个而出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石脚就是石王 他们还没有德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合受同的权柄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权柄力量给纳寿 他们要与高杨征战 高杨必胜过他们 因为高杨是众主之 主众王之王 同着高杨的都是蒙兆 被选有忠心的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 就是个民 个人 各国 各方 你所看见那受伤的石脚 避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烧他 因为神使诸王的心 成全他的旨意 又讲定把自己的国给纳寿 只等到神的话都成全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成 其事录第十八章 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另有一个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历声大喊着说 巴比伦大成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乌灵的宝障 并各样污秽可增之雀鸟的牢笼 因为列国都喝醉了他 邪淫大怒的酒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饮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在他的罪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栽殃 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 神已惊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你们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双倍地报应他 用他针酒的杯 双倍地针给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 奢华度日 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惨 因他心里说 我做了王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 也必不见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栽殃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速来与他行饮 一同奢华度日地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住说 爱在爱在 巴比伦大城 那大能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 都要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 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 盒铜 铁 白玉的器皿 并肉桂 香 香膏 乳香 酒 油 细面 麦子 牛 羊 车 马 和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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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巴比伦啊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羞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离开 你必不能再现了 贩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哭泣哀嚎 说 爱在 爱在 那大城啊 素肠穿着戏码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 和珍珠味装饰 一时之间 这摩大的富后 就归于无有了 樊船主和一切 在船上的 并重水手 连所有金海做买卖的 都远远地站着 探见烧他的烟 就喊着说 有何成像这大城呢 他们又把尘土 撒在头上 哭泣哀嚎 喊着说 爱在 爱在 这大城啊 樊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 成了富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荒场 天哪 众圣使徒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 神已经在他身上 报了你们的仇 有一个大能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像大魔石 扔在海里 说 这样 巴比伦大城 也必这样猛力地 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现了 弹琴 作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坚决 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 在你中坚决 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坚决 不能再听见 烛光在你中 坚决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心腹的声音 在你中坚决 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 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列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启示录第十九章 这些事以后 我听见许多人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尊贵 全能 都归于主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 那用他银行败坏世界的大银腹 并且从他手里报了 流他仆人血的仇 给他们申冤 他们又说 哈利路亚 烧银腹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个长老与四个兽 就俯伏敬拜 做宝座的 神说 阿们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啊 凡敬为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 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也像多水的声音 又像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全能的 神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要归给他 因为 高阳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允德穿洁白的戏麻衣 这戏麻衣 就是圣徒的意 天使对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照妇 高阳之婚颜的有福了 他又对我说 这些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 脚前要敬拜他 他对我说 不可如此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 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看见天开了 又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谓 成信真实 他审判 征战 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占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 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 狭管他们 并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明写著说 众王之王 众主之 主 我又看见一个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 喊著说 你们聚集来复制大的 神的言习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鱼马 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 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其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 和敬拜兽相之人的 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就都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 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 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 他们的肉 启示录 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个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铕捆绑一千年 扔铕在无底坑里 将铕关锁 用印封铕 使铕不得再迷惑裂国 等到那一千年满了 以后必须再实施放铕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未 神知道被斩首者的元魂 和那没有敬拜过 受与受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里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元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坐往一千年 这是第一次的复活 只是其余的死人 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第一次复活 有份的有份地有福 有份地有福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这等人身上 没有权柄 他们倒要做神和 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坐往一千年 那一千年过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哥 叫他们聚集打仗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与蒙爱的城 就有火油 神那里从天降下 吞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受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毕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神面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地狱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地狱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凡名字莫记在生命册上 就被扔在火壶里 启示录第21章 我又看现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约翰又看见圣承心耶路撒冷游 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出来说 看啊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地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对我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美甲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白白赐给 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一切畏业 我要做他的 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瓶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个天使中 有一个来与我说话 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天使就在灵里 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 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大城 圣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 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炙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个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制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里有 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字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字量那城 共有一万二千浮龙 长 宽 高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种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纯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玛瑙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橄榄石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黄宝石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荆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纯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 高阳未成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未成的光 列国中得救的人 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尊贵 跪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园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跪于那城 凡无惠的 祸行可增的 编造虚晃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 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只是我一道 纯净的生命水的河 明静如水晶 从神河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城内街道当中 并在河两边有生命树 接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医治列国 以后再没有咒诅 神河 高阳的宝座 倒要在城里 他的仆人都要是奉他 也要献他的面 他的名字 避写在他们的额里 那里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主 用日光 因为主 神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众圣先知的主神差遣他的天使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啊 我必快来 凡尊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我约翰看见 听见了这些事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 脚前伏伏 要敬拜他 他就对我说 不可如此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 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 叫他仍旧不义 无惠的 叫他仍旧无惠 未义的 叫他仍旧未义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看啊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赵个人所行的待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美甲 我是初 我是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那些遵行他诫命的有福了 可得犬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经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 在众教会将这些事项 你们证明 我是大魏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也是明亮的陈星 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慎魔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慎魔 神必从生命册和圣承 并这书上所写的删去他的分 证明这些事的说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也愿你来 愿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常与众圣图同在 阿们 阿们 阿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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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